我們來看看美中關係 既然美中關係 除了在對外的 拉邦結派的對抗之外 自己本身 美國真的有辦法 完全的圍堵中國 或完全的對抗 顯然甩不開中國 這個是可以由一些現象 來發現的 其中比方說拜登政府 發布的新指引說 從2024年開始 含有任何受關注外國實體 生產或組裝電池原料的電動車 不再符合稅收低免的條件 範圍就涵蓋了中國的公司 所以包括了美國公司的子公司 中國國營失業控股 25%等等以上的公司 通通它都限制 中國電池零件 獲稅收的抵免 那麼美國電動車 其實補助的新規範 仍然是中國供應商 要幫它保留一點空間 其實沒有辦法完全斷開的 這些新規定可能會允許 其他跟中國公司 有關的安排 祭出授權 這就是他們最要斷的 電動車有個重要的東西 也是晶片 那當中這供應鏈裡頭 有沒有可能有一些新的突破 放鬆的可能性 那馬斯克說 未來十大車企裡頭 特斯拉第一當然很傲慢 就強調說我最厲害第一名 然後之後通通都是中國 但全球供應鏈想辦法 美國要斷了 中國的供應鏈的提供 但是中國大陸辦了一個 中國主導的陣營叫做 供應鏈促進博覽會 我們節目上討論好幾次 很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名稱 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 在北京舉辦了 北京已經進入尾聲 準備要結束的這個階段 結果發現很諷刺的是 當中的很多參與廠商 都是美國廠商 而這個強調製造業首選的概念 讓供應鏈可以保持一個 可能的暢通性 可以對抗美國的圍堵 你看看過去去風險之後 美國企業參與的廠商多少 130多家的外企裡頭 20%都是美國的 包括Amazon 蘋果 其他的Intel等等 惠普 都有高級的代表參與 而且也熱情的參與 表示他們還是需要 中國供應鏈的 是民間自由交流的辦法 而有一個新的 拼多多這一家 中國電商 被說已經超越阿里巴巴 在美國美股上市的這個價格 已經飆到了一個新高 12月1號凌晨收盤的時候 拼多多市值正式超過了阿里巴巴 成為在美國中概股的市值 第一名 甚至馬上世界盃又要展開了 其中超級盃比賽期間 買了很多廣告 民眾到感恩節首次點進去的 這種本來不打算花錢的 為什麼他會能夠 這麼高的業績跟市佔率 就是因為便宜 才會說美國人離不開他 太便宜了 其實這個對於美國平衡物價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從地球到太空 中美競爭沒有停歇怎麼回事 據說美國家 砸下了164億美元 準備翻修鐵路 但專家說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為當那比較 這個基礎建設的進展來講 美國真的是落後的 拜登11月初宣布 要斥支164億美元 來改善最繁忙的 東北的走廊這樣的鐵路線 但大家認為還遙遙無奇 專家認為普及高鐵跟火車的 這個方面 美國要趕上法國 日本 甚至其他的中等國家 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例如世界最長的包海高鐵 2300公里 已經穿越中國南北 預計2025年就要通車了 粵港澳大灣區的深江鐵路 穿越115公尺的深海地底 預計2028年也要完工 世界最長的公路隧道 天山勝利隧道 全長22公里預計 2025年完工通車 因為這個是難度很高的 一條路線 但是太空說NASA有一份文件 被媒體給報導出來了 其中透露出 它的居然還要跟 中國航天工合作的 這樣子的企圖跟意願 因為美國會因為沃爾夫條款 它禁止中美兩國之間太空合作 上次還不是在太空戰當中 把這個美國國旗給撕下來了嗎 但11月29號 NASA內部電子郵件卻發現 為了要讓研究人員 可以獲准去申請研究 嫦娥5號2020年 採集到的月球土壤樣本 他向國會申請 希望能夠跟中國合作 因為這樣的獨特的樣本價值 是來自中國 所以NASA還沒有採取過 這樣的月球區域 如果NASA也獲得美國國會 申請的合作樣本的話 就有可能是接下來 中美兩國航天機構之間 強力的競爭以外 首次展開的這一類的合作事項 那麼跨了半個世紀 NASA新月球著陸器 明年1月25號要登陸月球 也是今年聖誕節前後 ULA全新的運載火箭火神 即將執行首次的發射 這也是美國回為半個世紀 再一次嘗試重返月球表面 這樣的集起直追 也是因為跟中國之間的 太空競爭嗎 教授 其實我們看這個 大陸基礎建設 真的是非常厲害 以光鐵路來講好了 這個所謂的深江鐵路 海底 海底的 它是在廣東總紀念 廣東總從深圳到江門的鐵路 全長大概116公里 然後最高的時速可以250公里 當然這個是中國八恆八重裡面 最主要的一個段落 當然我們來看說 其實它是替粵港澳大灣區 帶來一個很大的經濟利益 其實觀眾朋友 粵港澳大灣區是什麼東西 我們常常聽到 它其實是包含了廣州 還有深圳兩個異級城市 還有另外 還有七個地方城市 還有香港跟澳門 組成的一個城市 它在城市組成之外 你要有基礎建設 所以最我們耳熟人鄉就是之前 在2018年10月 習近平去剪採的那個 我們知道粵港澳 彎區的所謂的大橋 大橋通車 你可以從香港直接坐車 到珠海 到澳門 當然不只這個 他們在中間又蓋了一個叫 深中通道 就是從深圳到中山 廣州中山就是我們國父的 故具 香山縣 中山那個地方 它也蓋了一個通道 也是海底的 所以你要看這個粵港澳大灣區 它是一個扇形的一個地理位置 可是它中間用不同的 所謂的鐵路 公路 橋 把它連起來 它其實就很像我們看的 這個所謂的矽谷 我們講的舊心山灣區 它那個橋的概念 或者是東京灣區的概念 未來粵港澳大灣區 它現在是人口大概 7000到8000萬人 它的GDP是全中國最高的地方 未來這個地方 疫情過後 疫情復甦之後 它的整個發展是非常厲害的 我們比較起來 拜登要用160億美元來修 東部這個鐵路 其實美國的鐵路建設 一直為他們所思考 我不想用詬病這兩個字 用思考 為什麼美國人鐵路一直蓋不完整 其實他們有一個說法是 他們的公路系統太發達了 所以民眾選擇都會選 喜歡開車 對 開車很快 不然就是什麼航空系統 他們的國內線非常發達 所以民眾要選擇交通工具 很少會選他們的鐵路 他們選鐵路是幹嘛 觀光用 坐著那邊慢慢坐 又慢 對 又慢 又看山看海 讓他才有這種實質效益所在 其實美國他們看到大陸 這個高鐵的建設 鐵路的建設 他們也很想學 可是遇到一個最大麻煩的問題 就是土地徵收補儀 在土地徵收方面 他要花太多時間跟太多精力 來做新的鐵路建設 所以這也是未來 美國如果想要學中國大陸高鐵這樣子 譬如說在貴州 你看一個山洞裡面 他可以同時三條高鐵 穿進那個山洞裡面 大洞全國鐵 那是非常厲害的工業工程 對 當然這個美國 如果要強化他們這個鐵路 要先從土地徵收開始 還有州跟州之間的 各種法令規範 衝突實在是太多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最近大陸舉辦了一個博覽會 叫做供應鏈促進博覽會 引起大家很多的關注 進博會之後舉辦的 第一次有人要來辦 供應鏈的博覽會 當然就是對著美國的 對它的封鎖對抗而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從兩個博覽會一起來看 一個就是辦了六屆的進口博覽會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叫做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 在北京舉辦 那麼這兩個目前為止 大陸的話它面臨的 真的是一個出口 然後一個投資 還有一個就是消費上面的問題 其中最重要的話 原來出口在大陸占的比例非常多 大陸人的話 一般對自己的出口能力 都非常有信心 這個基本上的話 就是美國帶著西方國家 亂加關稅的結果的話 人家的話就舉足不前 舉足不前的時候 大陸首先釋出善意 我要與你共享 什麼叫進口博覽會 沒聽說過的 因為大家都認為自己的市場 是自己的權益 自己的利益 怎麼會跟你共享 進口博覽會就是說 你有什麼東西賣給我 我來看一看 然後你來參加 進博會我去過兩次 那個確實是非常豐富 全品的概念 對 而且你一般來講 公司沒有到達一定的規模 所以我們在台灣比較不知道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公司 規模不是很大 你大家看的話 就是真的講這個話不好意思 因為你看到的 我在進博會當中 連那種外國那種小飛機公司 什麼他們都會在裡頭 這個是可以了解 因為你要進口 然後這個是大家可以了解 那個供應鏈的促進博覽會的話 就是說要了解 像我們眼前這台手機 它裡面是設計到 供應鏈上萬個對不對 你任何是你家裡用的電腦 你使用的筆記型電腦 或是說你那種電子產品 這個供應鏈裡面 牽涉的東西非常多 每一個環節當中的話 都是節省成本的考量 大陸有信心就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的話 在整個產品當中 對我來進行這種 這種關稅上的壓制都可以 但你要了解每一個細節的話 合起來 我幫你算出來 用中國的東西 用中國供應鏈的東西 你可以節省多少錢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首先大陸的確是物美價廉 我們同文同長 我們太了解了 以前在台灣的話 老闆就提個包包到處走 那個基本上就是用人力功利鏈 就告訴你說 你要買東西的話 當中有個部分 你要蓋這個廁所當中的話 那個管子我是特別好 特別好的話 然後特別便宜 這個是一樣的道理 大陸現在的話 開這種博覽會就要讓你 但是它那個規模比較大了 那個比較重要 所以說的話 美國很多的這個 重要的廠商 他們會爭先恐後的來參加 因為什麼 供應鏈等於是配合你 避開關稅的問題 裡面很多的細節當中 有一些東西 能夠不受制裁 就不受制裁的這種情況下 這個其實講起來的話 也是大陸想出來的新辦法 但是未來也是發展 至於像很多的話 其他的部分 你看大陸現在生產的新能源車 這個馬斯克這邊講法 我要來講說 新能源車的話 我建議大家到大陸 所有的賣場當中 都不賣化妝品 都是在賣新能源車 你去看一看 你不看你真的就土了 也真是太蓬勃發展了吧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基建工程最近在大陸 近年來看到的大建設 都還滿讓美國感覺都覺得 嚇了一大跳 例如不管是剛剛提到的 深江鐵路 或者是世界最長的公路隧道 天山勝利隧道 你想想看 在我們小 從我們成長到現在 對新疆的印象就是太大 交通不便 我以前也想到新疆去玩 旅行車把行程表拿給我一看 我就不想去 我再拉車 拉車要拉六個鐘頭 八個鐘頭 那不是起早抹黑 你看什麼東西 最近幾年是航空公司很發辣 各個都市裡面都是航空站 那現在更厲害了 他可以把天山挖穿 中國大陸的基建你看 在沿海 現在海底隧道 高山打高架公路 到天山這麼大的目標 他整個穿過去 他為了穿過去 他設計的那個挖土機 更大 遠看就像個潛水艇一樣 他從前面挖到後面出土 到鞏固 噴漿 一次完成 所以講今天新疆的開發 遠遠超過我們國人的想像 新疆不是有很多沙漠 現在居然沙漠裡面養海魚 因為他們科學研究說 新疆以前是古時候的 海底的盆底 所以新疆沙漠下面的土囊 鹽分很高 今天剛好飲水到新疆以後 他就變成跟海水 現在他有養三文魚 有螃蟹 有對蝦 你能想像嗎 養龍蝦 養龍蝦 一龍蝦也養 所以以前我在台北看到有一家 一個店的招牌叫 四川海鮮店 我說他媽 四川什麼海鮮 現在你想沙漠裡有海鮮 就是說它的基建工程 能夠創造很多你想像的 沙漠海鮮店 沙漠海鮮店 新疆海鮮店 這是我們能想像的東西 就是說當你的基建功率 有這麼深 國家有這麼多的財力 又有這麼揮紅的眼光 才能做出這些奇奇嘛 一些雲貴高原來是沒人要去 這個是陰謀論的 進了日本的